说起孙岳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他的外公李文华或者是他的搭档岳云鹏 但他的相声说得这么好到底是谁教的呢 孙岳也似乎很少提及他的师父只有他养大象的故事 4月7日孙岳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21年前的报纸 报纸上关于孙岳的报道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也带出来许多关于他师父的一些陈年往事 那一段他师父被相声界排挤的故事 主楼相就都托付到了 我们家的孩子要说相 然后托付好几年也没人搭理他 结果就上北京动员喂大象去了 养大象养了这么多年 在报纸中提到的两个胖子一个是孙岳 另一个是郭德纲最早的搭档王岳波 其中有句话很关键 西城区幽默艺术团的老师马桂荣和他的两个学生 王岳波孙岳 这篇报道的记者其实说错了 王岳波是马桂荣的徒弟 但是孙岳不是孙岳的师父是马桂荣的丈夫赵小林 提起赵小林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他却创作过许多作品 江坤马记等人都用过他的相声作品 赵小林也是第一个抱着吉他上台的相声演员 被当时的媒体称之为电吉他相声 可惜他吃的不是螃蟹而是蚂蚱 他的这一次探索创新 不但没有成功 还引来同行的羡慕嫉妒 有老前辈在研讨会上公开抨击他 说如果赵小林的相声叫相声 自己就搬台钢琴上台演出去 一时间赵小林也成为了众矢之地 遭到了跟郭德纲一样的封杀 没有了演出 甚至相声同行们也不敢跟他来往 最离谱的是 北京有个相声演员也叫赵小林的 为了避免被误伤 直接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孝林 赵小林和妻子马桂荣直接失了业 靠教学生养家糊口 这也就是孙岳报纸中的艺术团的由来 但后来赵小林和马桂荣离婚 马桂荣也有了相声师承 已经长大成人的徒弟们 面临一次重新的选择 其中像应宁是因为调入文工团的需要 跳门拜师了 孙岳则是由于谦引剑拜师石副宽 虽然后来胖哈哈艺术团没有了 但也为曲艺界提供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像孙岳 王岳波 高小潘 应宁 刘哲等优秀的相声演员 都是曾经艺术团的相声演员 孙岳的这张21年前的报纸 带出了自己师傅那段被排挤的故事 也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如此有才华的一个人 却没有发展的空间 在曲艺界 像孙岳师傅这样的还有很多 不是每个人都像郭德纲一样 上演王者归来的戏码 相声行业想要真正的繁荣 还是需要许多这样有才华的人 敢于创新 摒弃这些陋习和坏风气 真正做到招贤纳财 而不是济贤度能